近代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 在看了《三国演义》后说 与显流被知常后近似为 壮诸葛亮多志而尽妖 在鲁迅先生看来 足智多谋 未不先知 呼风唤雨的能力堪称妖孽 而且如今很多人要说 如果没有《三国演义》的神话 诸葛亮也不过是一个凡俗之辈而已 与历史上其他顶尖存在相比 那是远远不足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小说《三国演义》对诸葛亮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有所弱化 正史中的诸葛亮 那才是真正的妖孽 现在来看看他究竟有多妖孽吧 首先 诸葛亮的政治能力 丝毫不逊于寻遇 诸葛亮入属之初便于法政 刘巴 李延 一级等人依据和曾山秦汉旧律 共同制定了蜀国的法典蜀科 此外 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 其内容包括了八五 七戒 六孔 五具等条规 而且诸葛亮掌权后 在蜀汉上曾创造了一个 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 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 为官节俭 历届奢华 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其次 诸葛亮在经济上的成就也颇高 诸葛亮在汉中修饰劝农期间 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 英帝质疑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 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 诸葛亮死后 蜀汉军撤退 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 两股慎重 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修饰劝农 实行军囤更战的效果 而诸葛亮在军事上的成就则更高 完全不是现在人所说的诸葛亮不通军事 陈寿在三国之蜀治诸葛亮传中就曾提到 诸葛亮志荣为常 诸葛亮也曾在论剑刘巴一文中轻言 令仇侧于帷幄之中 吾不如此处原意 若提古 会军门 使百姓习勇 当与人一之二 可见诸葛亮之君有方 用兵南中 北伐曹魏 都是诸葛亮亲自担任主帅 而且诸葛亮作为军事家 在历代兵家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 看到诸葛亮的银垒 称赞其为天下奇才 唐太宗与李竞在唐太宗 李卫公问队中 多次提到诸葛亮的 治军之法与巴正图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并且表明承受在三国之中 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史观 掀客之兵 不能忌其时忌焉 诸葛亮在文学上的成就 就不用多说了 前出诗表 后出诗表 借子书等充分展现了 诸葛亮在文学上的造诣 在书法上 诸葛亮也是颇有功底 能写多种字体 传书 八分 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宋慧宗宣和内府的 宣和书普卷13记载 诸葛亮善话 一喜作草字 虽不以书称 是得其遗迹 必真完之 又说 金玉府所藏草书一 远设帖 宋慧宗在书法上的成就 是极高的 但都对诸葛亮的书法 尤为喜爱 可见一般 之后 诸葛亮的话也是精品 唐朝张燕远 在历代名画集中写道 诸葛武侯父子皆掌鱼化 张燕远还在其论话一书中 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 他说 金分为三谷已定贵贱 以汉 为三国为上谷 则赵齐 刘谢 蔡庸 张恒 曹毛 杨修 桓范 徐淼 曹不兴 诸葛亮之流事业 此外 诸葛亮还精通音律 喜欢操琴吟唱 承受三国至诸葛亮传记载 全族 亮宫更龙母 好为梁富盈 洗澡使襄阳其旧计 襄阳由孔明固宅宅西面山淋水 孔明长登之 古色为梁富盈 英明此山为乐山 当然还有沃龙盈 真是千古绝唱 中兴书目记载 《秦经》一卷 诸葛亮传述至秦之史及七贤之音 十三辉取向之意 关键是诸葛亮还是个发明家 曾发明牧牛流马 统明等等 并改造连弩 叫做诸葛连弩 可一弩时时俱发 如此一个全能行人物 能说不要念吗 也难怪在历史上 诸葛亮的地位如此高 按照正史上来说的话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还算是被弱化了 所谓呼风唤雨 其实不过是当时兵家的必备技能 所谓关天时时地利 只不过诸葛亮修为更高而已 而所谓的神奇妙算 也算是谋士的必备技能 根据种种线索来推演事情 接下来发展 这又有什么神奇的呢 您能读拿起来的 您能读拿我们的诸葛亮修 我说陛亮修 的准个别人 是我